每个人都想,苦了,有人疼,久了,有人异,远了,有人牵,但现实告诉我们,生活,要自己忙,苦累,要自己扛,记得朋友的好。 不要因为一点小矛盾,而把曾经的友谊全盘否定,有些误会经过了解释,反而能够增进彼此的感情,记得家人的好。 不要因为一点摩擦,就从此把怨恨埋在心里,你以为仇恨能够化解不满,最后反而会被痛苦绑架,小的时候,我们都长身体去了,所以很天真,很快乐,都长大,不长身体,就都长心眼去,就活得很累了。 别人拥有的,不必羡慕,只要努力,也会拥有,自己拥有的,不必需要,因为别人也在奋斗,也会拥有。 世上除了生死,都是小事,从今天开始,每天微笑啊,不管遇到了什么烦心事,都不要自己为难自己, 无论今天发生多么糟糕的事,都不应该感到被伤,大多数烦恼的我们自身,或是说,我们每个人的心灵,也就是说,我们一边非常讨厌烦恼,一边又习惯于咨询烦恼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